Case Wong 會講解一下 為何夏天的時候小朋友會出現頭臭的問題 家長又可以怎樣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現在天氣這麼熱 小朋友通常出現一些汗味或者頭臭的問題 都是由於我們的頭肉的表面 皮膚的表面有些的真菌 而這些真菌本身來說 對於皮膚的生態是一個平衡的作用 但當我們的油脂分泌得太多的時候 而我們的真菌量會隨之而增加 那它的代謝物就會發出一些味道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頭臭 我們要解決的方法就很簡單 我們就不是去用一些控油或者去油的產品 我們首先控制真菌量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怎樣去控制真菌 可以透過一些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選一些適合的收水 首先我想說的 在市面上買到所有的產品 所有的洗股產品都是好的 但是我們有一件事會忽略了 我們不是很了解小朋友的頭皮性質 或者我們甚至乎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頭皮性質 我們只是透過一些廣告或者宣傳 或者朋友介紹去選一些洗股產品 往往很多時候就是因為用得不適合 或者不適合自己的皮膚使用 就會令到真菌量會增加了 說到洗頭 那小朋友在洗頭的時候 有沒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比較多人常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究竟一日洗多少次頭才是最好 正如剛才我剛剛說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找到一隻適合自己的洗頭水 其實我們每天洗一至兩次頭 其實是可以的 至於洗頭的過程裡 我們可以多點留意水溫 因為水的溫度對於我們的皮膚 可能會出現一些負荷 一些負擔 譬如水溫過高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出現一些油脂分泌 亦都會令到皮膚出現一些敏感 所以我們在控制水溫方面 可以在38度至39度之間 其實這個我們的皮膚是最好的 我們洗頭的時間 我通常會建議 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 都是用夜晚的時候去做清潔 是最理想的 因為由於我們每天都會去外出 我們假設在早上洗完頭 出了街之後 其實我們回到家 都會帶了一些陳奈 或者我們出了一些汗 基本上我們的頭 未做好清潔的時候 就上床睡覺 很容易會令到我們的枕頭 床鋪、皮單 都會有一些細菌 或者一些骯髒 令到那件事 就會重複一個惡性的循環 最後Pancock更加會和我們貼心講解一下 其實為什麼小朋友 會需要頭皮護理的原因 因為公司都發現了 其實在做頭皮護理 很多一些客人上面 或者我們箭頭髮的客人上面 其實他們因為都會有小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 小朋友其實都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他們很大汗 或者可能他們 一般可能會在家裡洗頭的時候 可能有時自己洗又好 或者工人姐姐幫他洗又好 有時可能是洗得不夠乾淨 或者他們可能一吹頭的時候 就會到處走 吹得頭髮不夠乾 而出現一些頭皮上也有少少問題 就是會有些頭氣 我想可能很多家長都會發現 我也都問過很多家長 其實他們都有這個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公司也都因為這樣 就做了一個少少療程 就可以給我們一些小朋友的顧客 去把一些頭皮和頭氣的問題解決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幫小朋友做的 就是做一個叫深神經的清潔 也是會幫小朋友做 我們用一些叫做天然的產品 我們天然的產品 一般都可以到94%以上的天然產品 可以基本上適合任何小朋友用都可以 我們就用深層潔淨幫他清潔 清潔完之後 我們就會幫他做一個精油的眉毛 令到他頭皮的效果 那個味道 可以更加香噴噴 減少頭皮敏感 而且在市場上 都有很多家用式的一些產品 其實他們都是建造一些天然的成份 但是因為有時候 給小朋友用的膝頭水 其實他的確鑑症不夠高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一些家長可以買一些適合小朋友用的 一些天然的一些洗頭的膝頭水 護理劑 盡量在打理的時候 都要養乾頭髮 令到他們可能在洗頭的過程中 一定要洗得乾淨 其實護理是可以和大人的護理方法弱 不過最重要是用一些天然的產品 不要太多藥物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